说起新生代球员 东气齐和西安肯定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 西安身体素质炸裂 力量强悍 一出道就被誉为詹姆斯的接班人 东气齐球伤极高 节奏感顶级 同时还拥有超乎其年龄的大心脏 几乎所有人断言 二者肯定会成为未来联盟里屈指可数的门面级球员 但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可以提前预知的 在被无数鲜花和掌声簇拥下的两位天之骄子 如今正在朝着曾经完全相反的方向滑落 先说一下西安 他目前正在休战养伤 还没有为啼虎打哪怕一场比赛 即便是在康复养伤阶段 西安这家伙也没有闲着 总结一个成语就是胡吃海喝 身高只有一米九八的他 养伤期间体重飙升到150公斤 足足涨了30斤肉 这让很多大中风都望尘莫及 本就少了半月吧 还如此不加以控制 膝盖还能受得了吗 体重的问题也出现在了东气齐身上 作为高顺位进入联盟的欧洲追风少年 东气齐进入联盟已经第四年了 除了本赛季 每年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进步 可本赛季追风少年 已经看不出那青春年少的模样了 体重飙升 不加节制 恍惚间已经有点油腻大树的感觉 当然 除了因为超高球权占有率而得到的 并不相符的数据 东气齐的价值也正在快速下滑 就在两人正在为自己的不自律 而浑然不觉的时候 莫兰特横空而出 自从上赛季开始 莫兰特就展现出了非凡的个人天赋 独自一人扛着球队前进 风头一时无两 甚至力压西安 拿下了赛季最佳新秀 而到了本赛季 莫兰特则彻底打出了超级巨星的水平 带领灰熊接连展落了勇士 太阳 篮网 骑士合乎人等球队 好去十连胜 仗剑四周 唯有东部的公牛可与之一较高下 这期间 莫兰特直接开启了试神模式 经常上演惊为天人的扣篮和盖帽 其风光甚至直接盖过了 对方球队的大老级明星 当然 也罢同样是新生代球员的西安 和东气齐照耀的暗淡无光 当然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就如同我们无法提前知道 西安和东气齐会如此的不自律 希望莫兰特不要因为少年成名 而萌生骄银之气 努力打出属于自己的明天 照此以往 未来的五至十年 莫兰特定会成为NBA新的主角